謝謝 主席 縣長 各科市首長及本會同仁大家早 本席這邊先請教一下縣長 在今年旅遊萬季開始前後 在海空交通的部分碰到兩個難題 一個是台馬自新頻頻出狀況 一個是藍眼淚 最憨的時候我們相親一位難求 當時本席也提出包機位的做法 縣長也採用了這個模式 公布之後雖然脾氣了民怨 雖然解決一票難求的問題 不過除了在定位購票付款的作業方式 不被相親認同之外 最後剩了一大堆的票 使用率超低 能不能請縣長說明一下真正的原因 請主席 縣長說明 好 請縣長做回答 謝謝 謝謝曹議員關心 就是今年我們在旅遊萬季 就是在今年四五六月的時候 就是藍眼淚最憨的時候 就是地區交通的狀況 導致就是民眾一味難求的現象 那今年這種現象 的確就是因為旅客當初的成長 就是比我們預期的快 就是今年四月份就開始 以前萬季應該是到六七月以後 那今年四月就進入萬季 就是我們對班次的調整 就是不符合實際旅客的成長 再加上就是去年 今年就是台馬執行 那時候還不是非常的穩定 就導致那時候的交通的需求量 與實際的供應量就是有很大的落差 那我相信就是經過今年的我們作業 明年這些現象都會改善 那今年的現象第一個就是 我們四五六月的班次的增加 就不如預期 那今年利隆航空已經有增加兩架的ATR飛機 那我相信明年從四月份開始 我們班次的增加應該是可以滿足需要 第二個就是利隆對於就是落實 就是103年4月1號其實民航局規定 就離島航線要有10%的機位 保留給離島居民 這個部分我想利隆沒有落實 而且旅行者的操作我相信機會就是 那明年有可能落實嗎 這個明年 那個10%的有沒有可能落實 當然我們會努力的要求民航局要督促 利隆航空一定要落實這個區塊 那我們也計劃就是過一陣子 會再去拜會 民航局跟利隆航空 一定要落實這個區塊 那然後增加這個班次 就是以陰影明年觀光季的來臨 避免今年的現象再度發生 當然台馬之星就經過這一年 現在操作也是越趨於穩定 那航運的部分也會去穩定 然後今年就是我們為了解決那時候 現象確實做了這個包機包衛的一個模式 但是這個基本上我們是 的確那時候是不得已踩這樣子的做法 那民眾對於這樣子做法也有很多的意見跟想法 那基本上這個責任應該是在民航局 我們也會要求民航局 跟利隆航空公司就這一方面 一定要建立一個更好的模式 就是最差的狀況下 我們還是會找這個方向來做 那我們仍然希望說 預防這種方式的發生 以增加機會 會落實10%的保留機會 現長你這樣講 10%到現在目前為止 都沒有一個結果嗎 是不是 那什麼時候可以有結果呢 我們計畫就是12月份 會去再拜訪民航局 跟利隆航空公司 就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說 能夠訂定一個明確的一個做法 那明年我們在 宣明保留票這個部分 還要繼續做嗎 基本上 這個是一個 最後的一個方式 如果之前的那個 如果都做得很好 我相信 這個宣明保留票 就沒有變 因為宣明保留 牽涉到很多的問題 以及民眾也不方便 那政府也不方便 然後還透過旅行社 而且做法上 今年是 那你們明年 如果有保留票要做的話 在這個應變上面 這個機制 可不可以不要透過旅行社 請利隆這樣一次作業這樣子 基本上 我們當初就是希望 即使保留票應該要透過利隆櫃台 直接來服務民眾 但是去年 一直就這方面的談判 沒有辦法建立公司 後來基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不得已 我們必須 真的是 我們是很委屈的 接受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事實上存在很多的問題 我相信 包含我們立法委員 甚至主計部門 都是有意見的 那我們就這個部分會檢討 即使明年這個部分 我們也需要說 要民航局出面 或者民航局背書 我們才會去做 當然如果前面的班次夠 或者百分之十的弱勢 我相信這個部分 就不需要再做到這一塊 我們會去朝這方面來規劃 可是本席認為說 不管有沒有 那個 百分之十的那個 泄民的保留票 那我們自己這邊應該也要做個應變的計劃 是的 如果說真的不夠的時候 我們應該也是要採取那個包衛的方式 對 這是我們最後的應變計劃 那我們也會檢討今年的缺失 那你們最後的應變的計劃 是什麼時候會公佈 應該要提早讓我們的鄉親知道 而不是到明年三四月的時候 旅遊萬計來的時候 那時候再做也已經太晚了 這個應變計劃就是一個備案 如果說 我覺得我們在跟立農談判的過程 不應該 因為他如果覺得你要保衛 他就覺得他穩賺了 他就讓你去保衛 我們應該覺得這是一個 最後一張牌 我們不能夠輕易的這樣子做 非萬不等於 我們還是不請下做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對 那我再請教一下縣展 針對高雄到南竿這個寒線 我想我們所有的議員 還有我們鄉親 都很關心這個寒線 明年到底這個寒線 有沒有可能開放這個寒線 的確就是 我們一直在努力要恢復 就是我們馬祖到高雄的寒線 包含就是 今年八月份 我跟議長還特別專程南下高雄 去拜訪那個高雄市市長 陳菊市長 希望他一起來努力 就是恢復高雄跟馬祖的寒線 主要的是 我要就是讓陳菊市長了解 就是高雄跟馬祖寒線的恢復 不僅僅是服務馬祖的鄉親 更重要是服務南部的鄉親 包含高雄 台南 嘉義 屏東 將近有五六百萬的鄉親 他們透過高雄海線 是可以很方便的來到馬祖 那一陣子不方便 他們有時候是直飛大陸再來馬祖 或者是一大早清晨就要拉車子到台中 然後從台中飛過來 那甚至我要讓陳菊市長了解 就台中都有飛機飛馬祖 高雄也是六度之一 應該也要回復這樣子的航線 那我也找高雄的立委林戴華 以及高雄的現在的交通委員的 另外一個召集人 就是我們陳學生立委是召集人 另外一個召集人是李昆哲 他是那個好像是陳菊市長的職 那陳菊市長也請他在努力之中 就是我是覺得說高雄到南竿的航線 一直是我們會努力的方向 那現在就是民航局 並沒有非常的積極 主要的原因 他認為就是高雄航線 因為他的票價要達到 當航次五千塊左右 沒有競爭力 但事實上我們也把那個 這個回復高雄跟馬祖航線 做成一個縮帖跟資料 那我們也會送給那個李昆哲委員 跟那個我們陳學生立委 希望他一起努力 來回復這個高雄跟馬祖的航線 那在93年高雄航線實施的時候 那時候南竿到松山的票價是 一千九百六十二元 現在是兩千零七元 兩千零元 就是從開航到現在 其實現在票價才挑戰百分之二點三 那時候高雄到南竿的航線是 三千兩百一十二元 如果是調整也調整百分之二點三 或者百分之三的話 他的票價只有大概三千三到三千四左右 但是目前就是 立倫的報價是五千塊 我是覺得這個報價就是太離譜了 我也一直希望 我們立委要督促民航局 要確實的 其實只有票價的關係嗎 第一個就是說 立倫的回應是說 第一個是票價太貴 單程必須要五千塊 沒有競爭力 第二個 他們覺得說 因為有台中航線以後 其實高雄航線的需求 並沒有那麼多 但是事實上 我們一直接受到旅客 或者鄉親的反應 就是高雄航線 是有其必要性 那我們也一直希望 就是立倫 你在恢復高雄航線 你也不需要每天一班 我希望說一個禮拜兩班 比如說禮拜五飛一班 禮拜一飛一班 以這樣子的模式先開始 那希望立倫能夠恢復高雄航線 但是很誠實的跟朝議員報告 就是立倫對這個方面 一直沒有很好的回應 那基於就是 因為立倫是獨家經營 我們基於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策略上 仍然是希望說 能夠有第二家 航空公司的進駐 說實在 我們也拜訪過 那個附行航空 也希望說 民航局能夠支持 那也有立委這邊 也積極努力 希望說中華航空的 那個華信航空 希望說能夠 也購買一台 那個ATR的飛機 裝飛馬祖 所以說我們一直 會朝這樣子的努力 我希望說立倫航空 基於他獨家經營 以及應該有的社會責任 他應該是更積極的來恢復 高雄到南竿的航線 這樣子不僅僅是說 服務馬祖 其實真正的是要服務 南部五六百萬的這些 南部的鄉親跟旅客 讓他們真的是可以很方便的 來到馬祖 現在我們了解 他們都是清晨一大早 就是兩三年來拉車到台中 或者有時候 就是坐高鐵到台北 但是如果又碰到這個飛機 觀察他們要再回高雄 對他們來說真的是很不方便 那我也希望說 立倫的高層 能夠聽到我們的聲音 積極的規劃 其實縣長我這邊建議 我們可不可以 我們自己這邊 先做個市場調查 就是我們的民眾 或是軍公教 或者是旅行社 我們這邊做個市場調查 我們這邊想要這個海線 做個市場調查 有這個市場調查之後 我們跟立榮再來講 我們的需求 市場確實是有這個需求 可以朝這個方向 我們先做市場調查 我想朝議員的建議是非常好 我想我們是聽到很多這種聲音 但是我想我們也是朝著去做真正的市場調查 收集更多的資料或者證據 請民航局跟立榮航空來回覆高雄航線 那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會朝著這個方向做 然後如果報告出來 或者我們分析出來 我再跟朝議員來報告 好 謝謝現場 現在請坐 那本席這邊再請教一下民政局局長 在那個酒廠的工作報告裡面有看到說 他是寫配合民政局新建一棟四層樓的庇護工廠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請主席才是民政局局長說明 好 請民政局長做答覆 主席 謝謝曹議員關心 有關於我們庇護工廠的事情 那我們庇護工廠因為包括到也是身心戰的朋友 因為希望有個工作的地方 那我們本來是想說去做一個 有關於他們庇護工廠的這一方面的業務 那想了很久 跟我們酒廠的結合應該是最便利最好的 因為可以從酒廠後面後段的包裝比較簡易的事情 那我們先把工廠先設廠之後 以後如果有身心戰的朋友需要做工作 而且能夠這一方面的訓練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跟他結合之後 我們先把我們只是出一點點 就一層就屬於包裝這個層次的 那我們身心戰的朋友 你們只是只是蓋這個四層樓 只是讓身心障礙他們做包裝而已嗎 不是說跟酒廠結合 然後像我們知道台灣的庇護工廠 他是因為身戰者他想要就業 可是他沒辦法跟外面的人 工作機會比較少 然後政府才會去蓋這個庇護工廠 讓身心障礙的人來工作嘛 我們希望他就業能夠有個工作 因為目前身心障礙完全靠我們臨時工 那我們可以容納的人數也非常的少 每年預算編出來 大概只有十個到十二個 那我們希望這些有意願從事工作的身心障礙朋友 我們給他有一個機會 那機會如果我們地方也是 台灣因為大部分的都做一些高屏業吧 那我們這邊做高屏業 我們沒有蓋四層樓 我們只配合很部分的錢 大部分都是酒廠住 我們大概是只可以蓋一層都蓋不到 裡面寫蓋四層樓嗎 那我們酒廠是要蓋四層的 那我們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做包裝這個部分 等於說這四層樓是酒廠他要蓋的 酒廠蓋我們是其中的 我們大概出一千多萬而已 他們大概要四五千萬做個配合款 那你們的地點在哪裡啊 酒廠去規劃設計 他就是要做一個第二廠 那我們設這個廠 以後他們那邊有做包裝的部分 因為身心障礙他做的 我想盡量朝下比較簡單的工作 我覺得你們在蓋這個的時候 你說一層那你應該是有規劃 未來如何將身心障礙他們是做什麼 應該要先規劃好嗎 不是蓋好之後再來做嗎 這個就是我們跟酒廠就去談 就是希望在做這個廠房的時候 不管他的身上設施 各方面比較要把它納進去 等於說我們大概是在一層一樓的時候 做包裝監這一類的工作 包裝監那酒廠目前不是也有包裝監嗎 他要做第二線吧 或是做紙盒的這一類的工作 局長那你請坐 我請酒廠董事長進來說明一下 請注意才是 意思是我請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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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那本席請問一下你這個庇護工廠 未來是要規劃怎麼做 謝謝茶議員的指教 我們的庇護工廠原則上現在已經刊定了 是舊的環保局的寫對面就是宿舍的旁邊 就現在我們的庫房前面 預計要蓋四層樓 其中有一層是作為包裝廠 第二包裝廠 因為我們現在的酒的出 酒包裝的速度上限不足了 上限不足 如果照現在我們跟如果大陸處理得非常順暢的話 這個我們是有必要的 馬上要積極在規劃 我們會陸續的一直在規劃 包含還要建廠什麼都在這方面要去處理 你們預計什麼時候完成啊 我們已經上網申選顧問標了 顧問公司在設計 我們預定今年就要花包 那你其他一樓是包裝嗎 那其他三樓咧是要做什麼 我們要包材 我們現在包材 放包材而已嗎 包材還有成品 等於說你們這個應該是蓋一個倉庫嗎 是 樓上是要做倉庫 然後你們講的這個屁庫工廠 大概只是帶過去而已 一樓就是要做 那未來一樓就是要請我們身心障礙的鄉親嗎 我們會配合 我們要依據民政局的部分 我們來做這方面 其實按照我們當時的規劃 我們就是民政局的屁庫工廠 就是沒有經費進來 我們也要幹一樓 因為未來的我們的包裝線 我們現在的包裝線太急了 現在我們預定要 還要再開發新產品 萬一就是我們最近要銷到各地的 其實本期看到這個屁庫工廠 在我們的認為就是說 應該不是說像你們這樣犯什麼 犯那個包材之類 應該是說我們應該要讓我們的 生贊者他們有就業的機會 而不是只是個做包裝 應該是說要像我們台灣知道 跟喜漢兒他們有做餅啊 配合你們酒廠是做久還是怎麼樣 讓他們有就業的機會 我想做久以他們的這個 確實有它的困難 因為我們政府要照顧到弱勢嘛 那你今天用這個名義 用這個名義來蓋這個 我是覺得有點 我們當時就是因為 他這個計畫已經提出了 然後我們也想解決 地區這個 生臟的同胞的這個權益 我們來配合來協助 來做推動這一件事 其實這一個屁庫工廠蓋不蓋 我們這一道事我們都要蓋 因為我們不能把包材上在各個各處 然後第二條的包裝線 我們還是一定要要開 不開的話我們以目前的 如果我們現在還沒有加上 大陸的量就已經燒險不足了 所以我們的第二條線一定要開 我是說你們蓋不蓋 我是覺得說你們蓋 也應該不是用這個名義來蓋你們的 你們的廠房 一開始我們也沒有什麼名義 我們就是有這個需要我們要去蓋 現在就是當時就是他已經有預算了 他希望透過酒廠來照顧這個 生臟的同胞 那相信這一部分我們是樂意 因為我們是想能夠在酒廠 有能力之外能夠照顧 生臟的同胞 好我們是樂觀其成願意配合 就是朝這樣的觀向再努力 好謝謝董事長請坐 好陳議員請發言